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首先请听讲清真相 唤醒良知 澳大利亚南澳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1日 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 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帮助世人明白真相 并征集反迫害签名 不同族裔的当地有缘人 非常感谢学员让他们有机会了解真相 支持终结中共恶魔 还有一些华人做了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 主动过来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不懈传播真相 他说 我全力支持你们 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 真相人是我们需要的 中共正相反 它们是邪恶的 让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是一个整体 他告诉学员 他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 我父母从越南来 逃离共产党 他表示 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 如果不持续揭露其罪恶 它会害更多的人 西人比尔上周遇到法轮功学员已签名反迫害 得知本周有活动 又赶来支持 他很高兴进一步了解了真相和法轮功的美好 他对学员们说 你们做的事很重要 很有意义 我支持你们继续做好 祝一切圆满顺利 10月10日上午11点至下午3点 来自全球退党中心悉尼分部的义工 在悉尼市政厅广场举办解体中共请愿书征签活动 向过往民众派发解体中共内容的传单 并征集解体中共请愿书签名 得到民众的赞同 退党义工们沿着乔治街打出了中共隐瞒疫情 祸害中国和世界 退出中共邪党远离中共病毒 天灭中共 天佑中华等醒目的横幅 10月18日是星期天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最大的 Avandale自由市场举行了讲真相集会及汽车游行 人们纷纷住俗观望聆听 有的人主动到车队集结处来了解每一标语牌的含义及真相 有的拍照录影 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和支持 纽曼是前进新西兰公众党的重要成员 也是新西兰直接民主总秘书长 他演讲说 虽说国家专制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 但是中共独裁对人民的暴政却是史无前例的 在70多年的专制统治下 中共发明创造了各种巩固其地位控制人民的方式 他们的手段残忍暴虐 阴森恐怖 让医生活摘人体器官 贩卖给他们经营的移植机构 这种残暴与冷酷的手段侵犯了所有人权法律 中共是一个全人类都应该谴责的变态组织 他们还精通如何掌控信息 制造谎言 企图把他们的罪恶行径掩盖起来 满天过海 证明其合理性 欺骗整个世界 我希望新西兰人民及政府都能加入 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联盟终结中共 让中国人民重获自由 让和平与自由重回中华大地 10月10日 英国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 又称鸽子广场和唐人街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 活动吸引广大民众关注支持 很多人表达了想要深入了解法轮功的愿望 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反迫害 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反人类罪行 有的直接表达拒绝中共 打倒中共恶魔的强烈愿望 与法轮功学员交谈的有缘人 赞美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法轮功为人类带来希望 法国年轻人捷克正在伦敦访问朋友 了解真相后立即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他说这非常糟糕 人们不该因为信仰被酷刑监禁 这必须被改变尽快改变 捷克希望早日终止中共的反人类恶行 他说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谎言都是宣传没有真话 今天说跟你是朋友明天就翻脸不认人 10月17日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汉诺威主火车站对面的邦厚夫街举办星期日 这一天有不少行人路过信息台 有的对在中国发生的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震惊 有的与学员交谈许久 还有人将学员挂出的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的条幅 用手机拍下 一名中国学生表示他小时候受过中共的洗脑 出来后了解了真相 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员 临走前他还上前拥抱了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并给学员送上了祝福 10月10日美国费城历史地标独立功的自由中景点 部分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和集会的形式 向过往游客展示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受益的美好 以及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 集会主持人亚历克斯宣夺了宾州州长沃夫 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第28周年的贺信 沃夫在信中说 在我们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同时 我们应当遵照真善忍的教导 我赞扬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的努力 我希望这个学会将继续强化费城社区 对整个宾州的贡献一直延续久远 作为州长并代表宾州的所有居民 我很高兴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世界28周年 许多游客被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所打动 不少人主动前来询问 并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呼吁停止迫害 来自弗吉尼亚的马赛拉表示 他通过这场疫情了解了中共的罪恶 包括镇压法轮功中的残暴 他表示所有人都应该站出来制止虐杀 因为做好人没有错 华人李先生居住在大费城地区 他对学员表示 最近几个月中共病毒在全球传播 让许多人开始思考中共的本质 以及它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 李先生说 可是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 过去的21年里一直在承受着这种苦难 并且坚持不懈地向民众介绍 中共欺骗与暴力的本性 他补充说 虽然历经困难 但是现在人们终于陆陆续续认识到这些 也说明中共被全世界抛弃的日子快要到了 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竞选顾问和政治策略师 道格拉斯·斯科恩在他最近的新书中表示 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中共一直在进行非法剥削性的贸易 从窃取知识产权到强迫美国贸易伙伴 向中国公司提供技术知识 斯科恩说 我们需要对中共采取系统的对抗政策 斯科恩还说 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和那些不满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年轻人 10月3日和10日两个周六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都有几十辆头顶各式解体中共真相展板的汽车 组成车队巡游 从纽约的法拉盛出发 环绕曼哈顿市区中心 再到法拉盛缅街市中心 真相车队巡游吸引了很多民众的目光 不少行人拍照 还有西方人从副驾驶座位上探出声来拍照 有司机向车队大喊加油 在等红灯时 很多次行人向司机们竖大拇指 表示支持和鼓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每个周六下午 西班牙巴塞罗那法轮功学员们都在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 通过真相展板和传单 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 呼吁制止中共暴行 10月17号下午 贝蒂女士在听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感到震惊 在征签部上签名后 她问还能为停止迫害做些什么 海梅先生在签字后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 并祝法轮功学员们好运 10月1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伦敦唐人街讲真相反迫害活动 吸引过往民众关注支持 签名反迫害 英国人吉姆对学员说 我感到你们再向世界发出平和的能量 我从这里经过就有这样的感受 吉姆介绍自己是伦敦人 非常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她曾在捷克布拉格看到法轮功的活动 并在那时签名表示支持 我认为法轮功学员非常勇敢 尽管他们被如此迫害 但他们一直站出来反对迫害 每逢周末 丹麦哥本哈根法轮功学员在库尔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 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以及告诉人们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真相 不少人主动过来咨询和签名 支持反迫害拒绝中共 一对丹麦年轻人过来签名说 我们知道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 两位来自立陶宛的女士问学员 我怎么能帮助你们 签名可以吗 我们来自前共产党国家 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 90月间 每周六的下午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都在美丽城进行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 法国人斯特凡研究历史 他在美丽城遇到法轮功 他说 我今天才知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这么多年了 这里有我的一份责任在里边 尽管我没有最初的主要责任 但我穿的衣服可能是中国制造的 如果可能我可以买别的产品而不是买可怜的中国人受剥削和迫害制造出来的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